伯格巴为何恼羞成怒 西罗为何反复查看大板牙有没有被踢掉 你敢相信这一切都源于他们的队长马奎尔之手吗 作为曾经身价8000万欧 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后卫 让我们看看马奎尔在球场上交出了答卷 在曼联大战诺维奇之前 马队便开始在场边反复练习后踢腿动作 准备在场上给大家露一手 果不其然 在一次脚球争抢中 马奎尔高高跃起10厘米 然后用他新练习的后踢腿动作甩了伯格巴一脚 同时争抢到点球的西罗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推背感 原来是臀部被我们的马队用头顶住 于是就上演了一幅脚踹伯格巴头顶西罗的世界名画 被踹倒的伯格巴垂胸顿足 他以为这是对手在禁区的恶劣犯规 当了解是自己的队长马奎尔一手造成之后 他只能将所有的怒火藏在自己的小眼神中 而一旁的西罗也彻底地被马队抖门 马队也是再一次凭借一己之力逼出了最好的西罗